第531章娱乐消遣 玉衡你家的店铺在镇东可有啊 有的话我先前也有一些想法 周玉听见圆满要说正事 拉开旁边的木椅子让他坐过来 嗯 你说圆满听见周玉一副耐心听讲的样子就坐下来开始说道 我先前也想过这边玩的地方太少了 做不过听戏听说书看杂耍 所以我也有些其他的消遣想法 好比弄个五楼或是五院子 让一些的夫人们进去里边跳跳舞啦 活动活动筋骨 里边还能多种花弄得好看些 在弄个孩子们玩的游乐园 里边多弄些旋转木马 秋千拉滑梯那些 还有很多的游乐设施 这些光屏里边都可以找到 咱们可以弄个差不多 这边也可以做出来的那种 也可以弄一些给男子玩的 好比飞雕拉这个跟头虎有些相像啊 也可以弄个棋楼什么的 专门玩各种棋子 连满掰扯完这些幼儿的一声说道 也不是说茶楼那些不好 那些要开也可以 不过得出些新鲜的故事和戏本 不然你看老是反反复复讲那些多腻啊对吧 周玉此时已经开始拿笔一一计下 而后道你说的都好 咱们俩合计合计 下回就照着咱们合计好的办吧 圆满对此盲不迭地点头笑道 那当然好啦 不过你也放心 咱们指定陪不了 震东那边靠近码头 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呢 大家谁不想在休整时放松一下啊 所以说肯定没问题 对了 咱们还可以找一些有缺陷的人 好比眼睛看不见啦 耳朵听不见的 说话结巴的 就是寻常生意人不要他们的那种人 咱们给他弄个按摩院 专门给人垂腿揉肩放松的那种 应该也能搜索到教材的 圆满想到一出是一出 又连忙搜索起盲人按摩那些资料 他也没别的想法 不过是在自身稳定后 也能帮助一下别人而已 而受人以余不如受人以余 他也不想干那种 直接施舍给谁谁谁的那种事情 他更想做出点什么改变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人们 这样他们也能靠自己努力挣钱 而不是自己挣钱后再掏钱给贫苦人家送过去 圆满也将这个想法分享给周玉 周玉听了感悟颇深 脸上的笑容愈发温柔 又说圆满的想法很好很好 圆满便只是不好意思的笑笑 其实被夸着也很高兴 但他得到这个逆天宝贝 邦邦其他人也算造福人类了 积德败 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能好好的才是要紧事情 其他的他也求不了那么多了 但他也不贪心救那一个愿望 周玉已经把他的想法都记录下来 而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又添进去 当然开店铺茶楼那些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 后续当然还需要俩人一起商量一番啦 眼下还是上学要紧啊 圆满惦记着那边的哥姐弟弟还有诗灵和花长恩他们 便说准备做几碗冰沙去给他们吃 冰可以到那边再捣碎 但是上边的果酱还有水果确实要提前准备好 圆满直接空间买现成的 还有烧仙草和红豆粒外加西瓜碎 酬酸奶这些 而后通通换小木盒装起来再放进大石盒里边 周玉才发现他从前至今都是这样换包装的 也是够麻烦 他也帮着开酸奶和合用搅拌机打碎西瓜那些小活 全部完成后 圆满说要给他先做一碗 晓得他喜欢的口味便打碎半碗冰沙 而后添了愁酸奶外加红豆和烧仙草进去 周玉捧着碗跟着圆满出来外边 顿时空气要闷热许多 就连空气质量也要差上一点 和空间里边的星矿神仪完全是俩样 唯一能够危及的只有手里的那一大碗特制冰沙 吃得叫人冰凉凉的很舒坦就是 周玉吃相很乖巧 圆满看着也觉得有意思 见流光还没来 他索性又抽空给自己和流光也做了一碗 然后才捧着冰沙吃着 刚刚一直商量事情嘴巴都干了 如今吃着别提多爽快 简直人生一大幸福就是夏日里的冰石啦 周玉后边对着空气吩咐一句 屋顶的尹未很快就找流光去了 他们俩刚刚都是在屋子里边 尹未是不敢偷看的 所以空间的事情很安全 而且哪怕他们知道也无所谓 这些人都是卖命的 只听主子的话 所以什么该说不该说他们心里都清楚 不然周玉也不会让他们跟着 圆满吃完半碗冰沙流光才匆匆忙忙地跑回来 还带着马车和一位陌生的车夫 估摸着也是周玉的人手 周玉下午还有事情要流光去办 所以不能送圆满去那边了 不过有车夫在也是一样的 周玉和流光亲自将他送上马车的书包 何时何夜送上车厢里边 圆满笑着对他们俩摆摆手道 行了 别操心我了 你们忙去吧 这天气热 你们记得休息 为了流光那冰河里边有我冰镇着的良品 你记得快些吃掉啊 流光忙功身谢过圆满 笑着的模样也很阳光开朗 圆满又让周玉记得睡个午觉 他如今的眼下确实有黑眼圈了 才多大的年纪 心里老成身体还年幼呢 也得顾着点 周玉很有耐心地答应下来 流光也笑着说会帮他看着的 一定会让他家少爷睡个午觉 让圆满放心即可 圆满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他还急着赶去给他哥姐 他们送这吃食消消暑气呢 等他坐稳 车夫就启程啦 周玉和流光募送马车离去 主仆二人才一前一后地回屋 边走还边商量 周玉还询问店铺收了基成回来了 流光便规规矩矩道 落花这边不成问题 原本也都是知根知底的 戏约也正好到齐 五月前必定能都收回来 镇东那边能收回来六成 其余几间有些许麻烦 少爷您也晓得 那边地点好 我探口风他们好似 还有要续租的意思 态度还挺强硬 周玉文言笑道 难不成他们还敢强租不成 时候一道赶他们走就是 流光也连忙称是 他就是这么想的 自然不会让他们站着 周玉对此很放心 又让他下午去找找能干事的工匠 到时候翻修又是一个工程 还得找靠谱的人才是 流光答应下来后 周玉便让他去吃那碗冰沙去了 只把流光吃得满脸享受 觉得吃这个消暑当真是一大快事啊 第532章冰块来源 圆满这边也不得闲 是才和周玉说得起敬人 但有一搭没一搭的 他也不能光说不做啊 于是便也借着小窗户的光在马车上用圆珠笔把想法写在手账本上 东西还是他在空间现买的呢 跟周玉待久了也被他影响到 凡是有想法先记录下来 免得一会儿就忘记了 圆满认真思考后才着重列出几种比较可行的娱乐消遣生意 首先是市场需求是一定有的 如今商业正在大发展 所以大家口袋里边也都有点赢钱 这边又不是十分封建的朝代 而后是大家都喜欢什么 这边风气偏文雅类的东西 衣着打扮也追求端庄 风雅 身材也追捧纤细为美 主要还是跟国泰民安太久 受这边的五步松懈后的影响才这样的 当然射箭起码这些还是有少部分人追捧的 但不是主力 以后倒是可以开跟这类相似的活动场所 圆满琢磨来琢磨去 太新颖的先不考虑 而是先列出这边能接受的范围 好比骑楼就可以 这边也有类似的 但并没有专注下棋的地方 所以到时候再创新一下也不错 当然这个还是少数人会玩的 还得想想老少皆宜的地方 圆满而后又把游乐园定下来 这个大人孩子都可以去玩的 地点范围需要大一点了 也不知道镇东那边寸土寸金 能不能有合适的场地 实则没有只能退而求次定在镇西那边 但那边人流量自然不如镇东的 而且那边还比较远 有一部分人时间不充裕 可能也不会过去 但如果好玩的话 也还是能吸引到一部分人闻名而去的 所以这个也可以定下 圆满又重新从空间查资料完善一下游乐设施 旋转木马应该不难 所以可以定下来 悄悄板也容易 这边还没有 也可以定下来 除去这些就是场景一定要好看 得多栽花那些才行 还可以弄些出色的原意在里边吸引游客 到时候卖门票即可 圆满耐心地将这些整理出来 只等弄完再递交给周玉看 到时候如果确定可以 动工开办也就能快上许多了呢 路上的时间不多 来不及让圆满慢慢琢磨 刚刚写完游乐园 外头的车夫就说到了 而后拿起凳子摆好等他下车 圆满将手账本盒比网空间一收 将书包被洗拎起石盒就出去 别说还挺重的 如果不是他吃过丹药那些还挺费力 外头的车夫很有眼见力 一瞧见他出来就伸手接过他手中的石盒 而后伸出另一只手让圆满扶着下车 圆满轻轻松松就下来了 浑身也很干爽 没有什么汗酸味 果然有钱的生活就是好 不然他如今还得累死累活地忙完家里的事情 又得一路走着上学 累得一身汗臭和被太阳晒黑的肌肤 光想想就觉得那样挺可怕的 因此 不管什么钱是今生的 这一世有周遇他们护航确实很感激就是 圆满会一直一直惦记在心里边的 也会对他们同样好 圆满下车后 车夫又亲自帮忙提着石盒送他穿过小巷进入他们的秘密基地 一个小小的旧戏院子里边 如今翻修后里边还是很干净整洁的 就是外边看起来不起眼罢了 圆满还没敲门 里边的小春花就已经认出他的脚步声忙开门 还探头出来看了眼才一脸高兴地笑道 二小姐您毁了 而后又赶紧开门避开身子迎他进去 车夫也把石盒递给快步过来的秋风 之后便要告辞了 圆满连忙开口道 哎 你等等 我这里头有些冰石 这天人热 你吃过一些再走吧 左右也没多大功夫 那车夫应该是易容过的 长着张老师本分不起眼的脸 他文言微微鞠躬形格里得体的笑道 本不该拒绝满姑娘的好意 但主家没这规矩 树在下失礼了 说话还一套一套的 话里意思应该是周家不让的 圆满便也不强迫 既然是你主子不让 那我也不勉强了 那车夫行李后就转身干净利落地离开了 速度还很快 小春花又好奇又不敢多问 只是笑着问圆满道 二小姐 这里边是什么吃食啊 我嗅到了西瓜的味道 圆满听见旧了了 感情你鼻子还挺灵的 确实有西瓜 等会儿我就进去给你们调制 保管吃得你们心满意足 主家待他们宽厚 有什么都少不得他们的好处 小春花文言别提多开心了 又拍着马屁说圆满他们厚道 遇上这样的主家实在是他们的福气呀 他觉得自己真幸福 好听话谁都是乐意听的 包括圆满也在内 他文言只是笑他嘴甜 而后说等会儿和甜点比比看谁更甜 秋风抱着石河也在一旁跟着笑 圆满便问道 他们人都在干嘛呢 好奇怪 平常听见我声音不说其他人 怀宁那小子准就扑过来了 怎么 他还在练基本功不成 我也没听见他吊嗓啊 秋风微笑道 怀宁少爷确实在练基本功 是才还累是一身衣裳啊 福子才给他兑好热水 如今正伺候他洗漱 圆满点点头 任由他把其他人的事情也都一一汇报 除去花承恩一身汗水再换洗 他大哥阿杰小弟施灵 他们也都才写完作业一会儿 正午些呢 还没起床 圆满健壮用意识在空间描一眼时间 快两点了呢 不行 不能让他们再睡了 等会该迟到了 他便让小春花去喊他们起床 他则是带着秋风一块帮忙弄点消暑冰沙 正好他们起床也能吃上一碗提神醒麻 好应对下午的学习 秋风 这里干净的冰块还有吧 我这只带着备好的配料 这边的冰块对于大户人家来说并不缺 大多都有来源不是花钱买的就是冬天时在地窖里边储存的即便这边冬天不冷也会趁着天冷从别的地方运过来储存 而圆满他家的实力虽然不好拿出空间的冰块 但托周玉和花承恩的福 自从天气慢慢热起来后他家也没少想用他们家的冰 第533张冰沙 特别是周玉 他家的冰根用不完似的 在他同窗同学们还在抱怨家里的冰要省着用时 圆满他们回家的马车上边都摆放着一大香冰降温了 所以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不过冰块这个生意虽然有人做 但也并不是那么好做的 圆满就不打这个主意啦 秋风听从圆满的话从厨房旁边的木箱取出一块冰块道 都在这儿了 是才其我就特别用重物压着盖子 里头的冰还是干净的 圆满将石盒打开把配料一一拿出来 而后对着秋风道 那麻烦你去把它们捣碎可成 我需要用来做冰沙 秋风答应一声就去办了 他也聪明 直接找到干净的纱布就把冰块包起来砸碎到瓷盆里边 很快就有一大盆了 与此同时圆满也在调第一碗冰沙 全都是愁酸奶加红豆和烧仙草那些的 最后再用木勺咬上一勺碎冰盖上 要吃的时候搅拌一下即可 他做完直接递给秋风先吃 其他人才起床了 圆满才听到从各屋传来的动静 秋风有些不敢接受 毕竟哪里有主子还没吃奴才先吃的道理 圆满直接安慰道 这冰沙不吃就该化了 时间越长越不好吃也越可惜 而且你还帮了我大忙呢 这是你应得的 快尝尝吧 对了 记得吃前先搅一搅 秋风这才不好意思地接过 而后郑重地道谢后才吃起来 圆满期待他的反应 结果见他听话地翻两下均匀后 才咬起一勺吃进嘴里 当下被冰得眯起眼睛 而后咔嚓咔嚓地嚼起冰来 圆满没忍住问道 怎么样 秋风忙点头地表示很好吃 不过他嘴里被冰得不行说不出话来 圆满见状就笑了 好吃就行 你慢慢吃 等惠尔还得麻烦你多砸一些碎冰啦 料我备得还挺足的 你们可以吃两碗 再多就不行了 容易着凉冷着肠胃 秋风对此十分感动 笑着答应说好 又怕好吃的东西化掉 便忙不迭地朝嘴里送去 既美味又消暑 正吃着圆满也正给其他碗调配 花承恩风风火火就冲了过来 还大声道 满妹妹 春花说的好吃的在哪啊 他身后的福子盲拿着外山摆着个苦瓜脸 追着他身后跟着叫道 小祖宗哟 你好歹把这外山穿上 您这样不行的 叫老爷知道又该说您衣衫不整了 圆满见状哭笑不得道 怀您你先把外山穿上吧 我这正做冰沙吃呢 你穿衣裳小心等会着凉了 要穿了才能吃 花承恩见状把快到嘴边的不穿 不穿热死了重新腌进肚子里 改口笑道 好好好 我这就穿 好妹妹你下一碗可的先给我 圆满见他有嘴滑舌就笑道 行了 再做呢 少不了你的 他说着又把剩下的冰捞上边的给他做了一碗 又吩咐他搬两下再吃 但也别搬太久 仔细化了就不好了 花承恩在福子的伺候下穿上薄外衫 而后才迫不及待地 结果大碗冰沙摇起来就往嘴里送 才吃一口就幸福地 你起眼来指点头 而后一直夸赞道 太好吃了 这绝对是我今年入夏后吃过最好吃的吃食 福子新累帝伺候完自家难缠的小少爷 见他吃得开心才松口气 又擦擦汗湿的额头 他这回人连后背都被汗水打湿了 也劝说地口干舌燥 看着他吃着也不自觉的咽口水 圆满弄完第三碗就地给福子道 累坏了吧 你也快吃一碗吧 福子看着人家仙女般的小姐 再看看自家模人的少爷 那是如此鲜明的对比 特别是这回人他接过冰沙吃进嘴里 简直想把圆满当神仙攻起来 太好吃也太温柔了 圆满如今事事顺利后 整个人也变得开朗柔顺许多呢 他笑着看他们吃得开心也觉得满足 而后就是圆满他们被叫醒后 一看这个时间了便匆匆忙忙地 洗漱过来小厨房这边 冰沙不能放太久 所以只能现打碎现吃 天太热吃到一半就化得差不多了 但好在化了也还很冰的 圆满他们原本一觉睡醒还迷迷糊糊的 觉得脑子不清醒 眼下一碗冰沙下去 他们哥哥都活了过来 圆成很喜欢烧仙草 咬着吃完还要自己多加一勺呢 他笑得甜甜道 阿姐 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我还没吃过呢 圆满自然轰说道 你玉恒哥找来的能人做的 回头阿姐学了再做给你吃 这东西不难 到时候也让大伯娘卖卖这个 圆成一听就点点头眯眼笑说好 他也就随口问问知道 以后还有的吃就行 圆武则是很喜欢红豆 圆秀和施灵则都喜欢吃 小春花他们在里头不自在 捧着大碗冰沙就到外头廊下吃去了 边吃还边晃腿 觉得能在圆家做事真的太好了 夏日也是如此觉得 他还记得嘱咐冬雪别吃太多 几个孩子因为姓宁的缘故亲近很多 也有了羁绊 到真相兄弟姐妹式的互相扶持互相照顾 所以他们也都很满足 冬雪乖巧地答应下来 这孩子也就话少了那么一点而已 他们吃过消暑点心就恢复活力了 小春花他们就帮忙打水给他们擦擦脸和手 再重新书号发就准备出发上学 花承恩离开前还去那位老师傅房外告别 倒是真尊敬对方 圆满失灵他们也耐心地等待他 笑容也是一如既往的包容 他们自然询问周玉去哪了 圆满只说他有事情下午要请假 圆满他们闻言不知为何神情肃然 圆满一问才知道他们觉得周玉实在厉害 哪怕时不时旷客成绩都比他们要好 圆满对此一脸正经地表示道 这就是天才吧 是吧 这就是吧 圆成还有某有样地带着崇高的敬意道 是的吧 花承恩也一脸肯定道 对 他从小就比我们厉害 确实是天才了 不管是走路说话就是翻身都比我们快 知道他抓周抓了什么吗 算盘和毛笔 我店娘说他绝对巴拉巴拉失灵无语地看着花承恩吹周玉的彩虹屁 圆舞圆成还颇为认真的听着 三人你唱我和的 让他不禁低声吐槽道 好傻 只把圆满豆得咯咯咯直乐 圆秀言明嘴直笑得不行 第534章又出事了 一行人抵达学院后又是一下午忙碌的学习 下学时他们脑子都嗡嗡嗡的天气热到人险些晕厥过去 圆满他们说话都要少许多 有气无力地打过招呼就各自回家 结果到家还有一摊子事情等着他们 简直烦闷得很 事情是这样的 正当圆满他们欢欢喜喜地准备赶紧回家洗个澡舒坦一下 可是刚到才下马车就被邱婆婆一把拉住 还说他们家亲戚找上门来了 哭着嚷着别是出什么事情了 邱婆婆还说道 下午哭得老兄了 在这又找不见人 急得上火直跳脚 好的那叫一个惨啊 咱们问他们怎么了 又不说 只说要找你们家人 可我们哪里知道哟 好在你爹娘惊人回来得早 他们一瞧见你们爹娘就紧忙跟着进去了 里头也不晓得再说什么 也是又吵又闹的 才消停一会儿呢 我怕别吓着你们几个孩子了 就在这等着 要不你们去我那待一会儿 旁边又过来看看进展的几位妇人也如此附和道 是啊 去你邱婆婆家做会儿 左右也离着不远 有我们在呢 我们在这盯着 出不了事情 对 回头我们瞧见里头动静不再起来就给你爹娘烧话 如果不要紧我们再去叫你们回来也成 街坊邻居都是好心 镇上偶尔也有不太平的事情 也发生过闹家事结果脑子上火把一家子都给捅死的 所以担心出事便安慰几个孩子们先避避 好歹也别被吓着 几个孩子文言都十分担心 但还是谢过他们的关心 附近的周家哨子见圆满他们回来 紧忙就来了一个人跟圆满而语说明情况 原来是他们大姑一家出事情了 圆满听见缘故后的脸色十分精彩 施灵听到一些也冷笑一声 哨子报完信才脱身要离开 圆满道谢后让他烧话给周玉谢谢他了 这么难得的护卫亏他舍得给他家布置 不过好在有他派的人盯着 要不然邻居好心也是一问三不知啊 如今得知什么个情况 他们心里也有底些 邱婆婆询问那人是谁 圆满只说是同窗好友 让家里小厮给他们捎句话来而已 没什么大事情 又谢过邻居们的好意 并且让他们放心 还表示他们要回家里边去的 邱婆婆没办法 只好又劝两句才作罢 只能目送孩子们开门进去 而后其他邻居也惊慌又凑一起说这样没事吧 最先也有人在外头喊道需不需要保官 但袁大硕出来谢过他们关心 又说是家务事 就不麻烦他们了 左邻右舍门这才逐渐散去 但因为不放心还是偶尔过来瞧瞧 孩子们才把门刚推开 里边突然又是一阵哭天喊地 哭嚎着什么我可怜的孩子哟 你们救救救他们 他们是你们的外甥啊 好歹顾及着亲情帮这一回 圆满气笑 一马当先必快步冲进去 然后换上担心的神情道 阿爹阿娘怎么了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就是明知顾问的 袁大硕夫妇发现孩子们都回来了 不禁对是一眼准备先把他们带到厢房里边 不想让他们又不得清闲掺和这种事情 而且还是这种的事情 温室连忙起身过去拉住圆满 又拦住身后过来的孩子们急道 没事儿 你们快回乡房温习功课去吧啊 袁满却不让 那边袁明香贪跪坐在地上 他丈夫陈鹏半蹲着扶他 在发现袁满他们之后 袁明香猛然挣脱开陈鹏 朝这边扑了两步 结果可能因为腿麻了直接扑倒在地上 然后顾不上自己灰头土脸就哭着喊 满丫头 满丫头你就救你表哥们吧啊 看在清晰异常你救救他们 你不是认识镇上大人物家的孩子吗 你替大姑求求他们救救你俩表哥吧 他们才不到十岁啊 圆满瞧见他那癫狂的样子 心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明明连他阿奶都让他管好俩不成器的孩子的 如今欺负人家小姑娘 还把人家衣裳给扒了去 小小年纪不学好 居然还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也胡该 圆大说却开口让温氏快把孩子们带走 别叫他们听见那些恶心话 还开口训斥自个大妹夫妇俩道 那俩混小子也是你们惯出来的 如今他们入大牢里边可想过自己做的那些个蠢事对或是不对 温氏直接把孩子们一把捞住 将他们带到东厢房那边 接着才询问道你们饿不饿 阿娘等惠儿给你们些银两 你们出去外头吃一顿可好 回来再带点熟食回来就成 圆满直接开口询问道 阿娘不打算告诉我们吗 可别瞒着我们啊 赤才周家的隐蔚只是跟圆满低声说了情况 施灵也听到一些但不多 圆武他们则是真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温氏想想 又看一圈孩子们眼巴巴的目光 还有里边鸣晃晃的担忧 叫他叹口气 自家孩子就是太懂事了 不告诉他们 只怕他们也不能安心地去吃晚饭的 施灵还故意笑道 沈子是顾及我在这 你们说吧 我去外头守着温氏连忙拉住他道 哎哟 你这孩子 哪的话 如今你就跟咱们家孩子一样 哪里这么见外 只是还怕你闲着是听了脏了你的耳朵 施灵这才回声笑看 温氏道 沈子既然都不把我当外人了 那还怕我嫌弃什么 我是什么为人您又不是不晓得 温氏被他这么一打岔心情才稍微松快些 又看他真是伶牙俐齿的丫头 而后就压低声音把事情都告知孩子们了 这事儿你们大约知道心里有格谱就成 你们别跟着掺和 这不是什么光鲜的事情 如今人家姑娘家受精有些魔争了 可怜见的 就这事本就是你们表哥不好 咱们千万不能帮 也帮不得 给他们个教训才是好的 不得不说 圆满觉得他爹娘三观还是正的 并不是那种帮亲不帮理的 孩子们对此纷纷表示震撼和恶心 圆武更是捏紧拳头表示恨不得打掉他们大牙 怎么能干出这种没有道德的事情来 第535章败坏名声 温氏也表示气愤又担忧 他怕这种没脸的事情会影响到自家的名声 都这样了 圆明湘夫妇居然还有脸球上门来让他们帮忙找关系压下去 笑话 若是传出去他们家成什么了 温氏不生气才怪了呢 圆大硕也为此生气不已 在堂屋里头死命教训着大妹夫妇俩 但如今事情已经发生 他们家也不可能包庇那俩祸害 让他们自己回去反省 自己孩子都叫不好只能自个认了 人家正观大人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圆明湘夫妇就这么一对双胞胎 哪里舍得哟 还养得这么大了 听见唯一能救孩子的二哥也不帮忙 当下险些哭晕过去 堂屋里边的动静传到东乡房里边 问是担心那边便吩咐孩子们出去待着吧 左右家里边也不得亲近别烦到他们 可惜已经烦到他们了 如今几个孩子谁心里边舒坦的 问是安慰几句又把自个的荷包递给圆武 而后就起身回堂屋 秋风他们在东乡房门后一脸蒙逼地守着更不敢说话 东乡房里边 圆武对此一直磨牙气得牙痒痒 圆秀也是促紧眉头 圆程左右看看 而后小声道 咱们这回人该怎么办啊 圆满对此表示道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家里功课怕是做不成了 你们能安心去明月楼做功课吗 不能的话咱们明人请假一日 大哥再给钱让秋风他们去买饭菜回来吧 不在外头吃了遍都在家里边 反正咱们人出去了还得担心家里 倒不如不出去 圆武也点头表示可以 然后摸出大概一两银子让秋风去打些饭菜回来 晚上应该是没有人有心情做饭吃了 秋风的令赶紧就带着年纪稍微大些的夏日一块出门去了 小春花和冬雪都有些忐忑不安 不知道眼下该干什么好 圆满又吩咐道 我们准备洗漱去了 你们俩些席惠儿也备好衣裳 等我们洗完你们也赶紧洗干净了再吃饭 小春花和冬雪总算找到主心谷 连忙点头答应说好就各自回房间里边歇息去了 圆满他们洗漱不用他们伺候 所以他们也不用管这个 因为要穿什么衣裳他们也不知道啊 俩孩子离开后 圆满他们也先各自轮流洗漱顺道静静心 这天这么热 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在对着晒在井边的水洗澡正正好 不冷也不热的洗去汗水也舒坦多了 圆冥香夫妇还是在哭 陈鹏一个大男人都气不成声 他们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俩儿子就要送命去呢 圆大说夫妇也被他们俩气得黑着脸不想再开口说话了 道理他们都说了 他们还不懂那就是他们的不对了 可人陈鹏居然还哭说道 道理我们如何不知 只是那俩不孝子再怎么混也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 换做你们想想你们会如何 可能亲眼看着自个的孩子宿命不成 怎么也得给个悔过的机会啊 他们再不敢的了 饶氏温氏好脾气也生气道 大妹夫这话可不好说 且不说我们家的孩子压根就不会做出这种没脸没皮败坏生育的事情 就说真有那一日我们夫妇俩亲手都能了结他们 圆大说也黑着脸指着底下赖着不走的俩人道 我还能留你们在这就已经念着几分情念 你们为这事而上门时可想过会连累你亲二哥 这事而是你们孩子做错 该怎么罚你们救的怎么认 怎么 自个做出的事情还不能自个担不成 那俩孩子今年多大了 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三岁孩童了 你们还有脸来求 圆明香满脑子都是完了完了完了 他能耐的二哥都不肯帮他 那他还能怎么办 他还心如苦养大的俩儿子怎么办 他当下又哭嚎出声 悲戚又哀伤 更是直拍胸口喊心疼 温氏别过脸不去看 他也是有俩闺女的 如果自个闺女被人欺负八衣裳 他哪怕是拼命也得让那人不得好死 被人当结巴衣裳是什么概念 那哪怕是计怨红牌也得臊死的 也得说那俩小子究竟是怎么有的这个恶胆 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情 当真连脸都不要了 还是脑子原本就有问题 圆明香只哭着哭着就神神叨叨地直碎碎念 圆大说夫妇被他们俩给弄得心力焦脆 而后觉得自个劝不住他们了 恰巧这回人又有人拍门 圆满才洗漱完随便扎起头发就去开门 结果发现是圆大使收到消息带着刘氏跑过来了 他们一见面刘氏就瞪着眼睛震惊地询问道 了不得了满丫头 我们俩在村里听说你大姑家惹出世人来了 可是真的他们还找你们来了 真惹出那种事情来了 圆大使对此也是心急 听见如此不惊低声骂咧咧一句道 你跟他的小丫头说这个做什么 他能知道什么 这种不光彩的事情谁也不想让孩子掺和 刘氏也是觉得圆满人小鬼大的 这种大事瞒不过他这丫头去才问道 圆满文言看着四周虽然邻居们散去了 但保不住瞧见他大伯父大伯娘又跟着他们过来看看 便开口说道 咱们先进去说吧 圆大使和刘氏一看这情况就觉得完了 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 刘氏低声对着圆大使骂骂咧咧道 瞧你娘惯的大闺女 还有你娘给起的好头 看吧 惯着惯着就出世人了 如今干出这种没脸事情来 咱们家的名声都得被他们俩败坏了去了 真是丢死人了 圆大使被刘氏一念刀心里也烦道 事情都这样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烦死个人 若换作在早两年你后被议论婆婆保管你死一层皮 不过如今变了 也没有从前那么严格了 女人家也是越发威风起来 她司机她为家里的付出也不能随便怎么她了 刘氏心里头自然明白 所以对她的放狠话也不以为然 不过心里还是把那俩混小子骂得狗血淋头 一进门就还听见圆明湘夫妇在那哭哭啼啼的旧气的开口阴阳怪气地叫嚷道 哎哟喂我的好大妹好妹夫哟你们俩可真能耐啊 叫出来的俩孩子也真有本事干得好事人啊那都传回咱们村里去了 可是真威风哟人考上秀才敲锣打鼓地都没你们家的那那俩孩子能耐 不用敲锣打鼓的大家伙就都知道了 第536章愤怒 圆明湘两口子又气又修 但也明白还得指望亲戚帮忙 所以也不敢出声 只连裤带豪地球员大师和刘氏劝员大硕夫妇帮帮他们 好歹要保住俩孩子性命 刘氏文言直接笑了道 哟感情你们俩还觉得这是小事人呢 怎么还有脸找上你二哥帮忙 要我说你那俩遭心甘的孩子救活该 你们俩怎么教的孩子 小不晓得这是在给咱们加盟修呢 你让你以后的侄人侄女们怎么嫁娶 说得严重些 你让我们这些哥扫网后的生意怎么做 居然还不知羞耻 还有脸球 袁大师也气愤不已 特别是他家生意才上到 原本想再存些银钱 年底钱说不准也能在镇上买间店铺的 如今倒好 他大妹一家居然惹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来 别说岩江镇了 新山村都传遍了 要不他们俩也不至于急着到镇上找二房商量此时 这回人见袁明湘夫妇也再不发火才奇怪了 你啊你 爹娘从前当真是把你惯坏了 如今你是怎么教的孩子 袁明湘心里头也委屈 他哭诉着垂胸道 我也不想的啊 谁能想到那俩小子平常混点就算了 我只当他们贪玩些 没常想他们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天地良心啊 我当真没叫过他们这些 还求大哥二哥看在他们年纪上 小不懂得分寸就就就他们吧 陈鹏虽然清晰还有些 但到底家境一般 熟识生意因为地点缘故 所以也没有袁大石这边那么好 再加上七人开销大手大脚的 以至于也没存下几个钱来 如今出事后 那是想花点赢钱打通打通关系都没办法 好在媳妇二的大哥二哥还有些能耐 所以才求过来的 眼下因为自家的事情损坏了袁家的名声 自然不敢出声 只能认打认骂 陈鹏不好开口求 只能原名湘自个哭得死去活来求他们 袁大说被他哭得心烦 直接让他闭嘴 哭能解决什么 刘氏拉着忧心忡忡的温氏到一边说悄悄话道 没吓着你吧 温氏一脸无奈 而后又叹气道 还成 说没经着也是假的 谁能想那俩孩子能干出这种混账事情来 他想起最初原名湘 还想讨圆满去做媳妇二就一阵恶寒 万幸没成啊 刘氏听见他这么说就也叹道 嗨他那俩孩子的心性我早就瞧出来了 原想他们阿乃教训一通后他们会长点记性 大妹大妹夫也会上点心管教 谁想如今闹出这等事情来 哎咱们还得要脸的呢 真真是连累死人哟 温氏对此更担心了 刘氏指低声道 我晓得你们夫妇俩心善 这事儿你们可别犯傻 真帮不得我跟你说 你可得劝着点大说 温氏点头道 这事儿我们晓得 哪里能帮他们呢 只是可怜那闺女 怎么会碰上这俩混小子 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 说是被吓着有些失心疯了 嫂子你说这不是造念麻 温氏说着就红了眼眶 一副心疼的模样 又觉得实属气愤 刘氏听见也无语好一阵 而后气得牙痒痒道 要我说这俩祸害就不该留着 有这么个歹心 谁晓得名人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 只当没生过他们才叫好 他这句话说出来 时没再顾忌音量 显然说给原名乡夫妇俩听的 袁大使和袁大说商量一阵后 身为大哥的他也慎重发话了说道 这俩孩子不能护 入药户你看看咱们一家子的名声和脸面还要不要 看看影响小爹的仕途咱们娘会不会扒了你们的皮 倒不如放手随他们去 还能争一个大公无私的名人弥补弥补咱家的名声 袁明乡一听这话就急了 当娘亲的怎么舍得呢 他哭叫道不要不要 大哥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啊 没有他们我也活不下去了 你们帮帮我吧 就这一回人 我以后保管好好看着他们 他们回来我一定狠狠打他们流失文言脆一口叫骂道 晚了 如今想到叫儿子了 早干嘛去了 霍霍人家闺女一辈子不说还霍霍起咱们家来 你也甭说你活不了 你若是要包庇你那俩混小子你才真是活不了了 到时不止我们生意没法做 你以为你们就光彩了 你以为你们家生意就能做了 回去村里保不齐人家都不让你们回去 如今还担心那俩混小子 倒不如担心担心你们自己 影响我们这些娘家人 也不觉得羞 当真是没脸没皮 这话说得真给力 圆满在外头听着都觉得舒坦极了 不得不说的是他大伯娘如今看待事物通透着狠啊 圆大师听见自个媳妇儿这么说也觉得十分有理 脸色自然也不好看 圆大硕已经气得懒得管这个大妹了 圆明相见自个大哥二哥如今坚决的态度已经心如死灰摇摇欲坠了 陈鹏这人空有一副好皮囊 实则软弱无能 要不然也不会压不住圆明相 也叫不好俩孩子 圆大硕也是瞧不上他的 觉得作为一家之主孩子都管不好是干什么吃的 而且媳妇儿不懂事也不会引导 陈鹏被他们这一骂才骂回神来 觉得有道理 俩孩子养到真麻大固然舍不得 但他们夫妇也总得活下去吧 如果这事儿弄不好 那么到后边不止他们无地自容 唯一能依靠的娘家又得罪了 往后日子可怎么过呢 而孩子没了还能再生啊 陈鹏这么忍痛一想就通透了 咬牙道 大哥二哥说得在里 圆也是我那俩不孝子做出的恶来 就不该包庇他们 免得再住了他们的威风 以后仗着身后有人护着他们在胡来 我会好生劝劝民乡的 赶明儿就去衙门告知任凭他们处置 他这话说出来 圆大硕才多看他一眼 导也没多说只能点点头 而后让秋风他们帮忙去烧些热水过来 顺道把前院的几间客房收拾出来 天黑了不能叫他们回去 圆明香已经哭得不行 陈鹏这话出来后他心里也明白 无力回天 他也不能争跟着去死 他还想活着的 但想到那俩孩子好不容易拉扯大的 就觉得心痛到不能呼吸 第537章领悟 陈鹏也无声落泪 楼锦圆明香再懊悔不已 早知他上点心也不会发生如今的事情 如果俩孩子出事他又如何跟他老娘交代呢 他心里头也是无力的很啊 圆明香更是痛哭不已 嘴里只念叨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圆大硕和圆大石还在为这事而讨论 明人指不定格式他们也会过来呢 既然被人瞧见了 俩孩子又被押去衙门审问去了 只怕消息明日就能传遍整个镇上 道士才是真真的没脸 圆大时光想想都毛骨悚然 心里骂死了大妹一家 觉得日后还得好一段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好在只是清晰 只要他们别做插手 应该不会很严重 殊不知他老娘第二日才叫一个雷厉风行 那就应该干净利落 今夜注定是难眠的 大房二房两口子都被折腾得身心疲惫 觉得隔音得很 秋风他们来回话说是热水烧好了 饭菜也买回来在饭厅摆好了 桥剑下人听话懂事又可靠 圆大硕夫妇才觉得心里稍微放松一些 夸一句几个孩子办得好 又让他们也快去吃吧 秋风他们知道出事了 但发觉主家哪怕碰上遭心事儿也不会借着他们发火 还能耐着性质夸他们做得好 当下就觉得他们果然是遇上好人家了 便连忙到应该的 温氏也和刘氏聊完后才想起自家孩子 慌忙起身说要去看看他们 刘氏也倒少见他们也挺想的 要去看看孩子们 俩轴里便去了 袁大硕和袁大石后边也不动身 待着心烦 也不去管原名乡夫妇 就靓着他们俩好好反省反省 既然做的人爹娘就该承担起责任 只娇生惯养不教导算什么 等堂屋里边的气氛凝固着又压抑又沉重 大家都不好受 原名乡哭虚脱了起不来 也不想起 陈鹏也扶不起他 也不敢扶 就想等着他自己要起来实在扶他 只因他也担心他再闹下去 到时候和娘家闹掰壳怎么是好 另一边的温氏和刘氏心情再不好 也知道不该带给孩子们 于是都是挂上笑脸去的 瞧见孩子们都聚一起背书就觉得欣慰 洞相反很亮堂 刘氏看着这么一群如朱四玉的孩子们 心里都要敞亮许多 他笑着跟孩子们打招呼 而后又笑呵呵地道 可惜今日来得及 也没给你们买点灵嘴再过来 孩子们都亲热地喊了大伯娘 只把刘氏喊得心欢怒放 圆满又笑嘻嘻打去道 那大伯娘可得记住 下回给我带双份的来 二方如今哪里缺这点灵嘴 明摆着就是打去人的话 再说袁大说夫妇哪回回村没给他们带东西的 刘氏都懂 他只笑着道 成 哪里少得了满丫头你啊 圆满便乐滋滋的笑 刘氏又挨个看着孩子们对着温氏笑道 孩子就是长得快 我如今少见他们 倒是一回一个样 觉得都常开不少呢 我家小宝也是 如今都能坐能爬了呢 再过些时候啊 你们回去他就能找你们 一一压压地说话了 圆满把书本收拾起来 他们紧赶慢赶 最终还是把功课给做了 闻言笑道 那下回我回去时再叫小堂弟说话 再大些我就能叫他功课了 到时候也让他来镇上上学吧 镇上的学院要大些 学士也齐全些 想学什么都成 总有喜欢的多恋恋也有一技之长 他如今对大房一家确实亲近 在村里和镇上的学院分别体会过后 圆满也是真觉得镇上的学院会更好些才提议的 刘氏心里哪有不高兴的 要知道他们如今的学院听说可不好尽的 每年要收多少学生都是有数的呢 如今的他们一句承诺提息 心里更是惊喜 连忙笑着答应道 那感情好啊 回头等小宝大了我们估摸着野班镇上来了 到时候离得近你们也能常见面 到底清静些好 你们品性哪哪都好 就多教教他 要打要骂都可 不用顾忌我们 你们兄弟姐妹若是感情好啊 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也就能安心了 温氏听见刘氏这么信任自家 无疑就是在赞颂他家的品性好 心里哪里有不欢喜的 文言也赞同道 是啊 你们当哥哥姐姐的也得多照应着弟妹们 给他们带个好头 这世间太大太乱太多难事 你们兄弟姐妹都要齐心才好 刘氏对此也是一万个赞同 特别是乔建元名乡那俩祸害后 再一对比 二房一家简直就是神仙般好的亲戚 一直拉扯他们大方不说 最初也是他们不计前嫌跟他们是好的 刘氏想想当时如果他没有醒悟 如今指不定还在过苦日子呢 哪里有今时今日的好日子过 真说起来二房一家 还就是他们大房一家的福星啊 刘氏对此更为感慨 几个孩子也都点点头 表示明白了 会互帮互助的 温氏和刘氏才放心 施灵在一旁角落听着元家如此团结的话语 也心叹只有他们了 其他无论大家还是小家 谁没个私心的呢 元家既然看得如此通透 也不怪后头他们家启事来了 闲聊时间结束 圆满就招呼他们先吃饭 心情再怎么糟糕也得先吃饭啊 至于明日的事情明日再说 冰来降挡水来土掩旧事 温氏和刘氏这才又回唐屋催促他们吃饭去了 元明香瑶摇头表示吃不下 还是陈鹏再三劝说才起身要去 结果夫妇俩回过神后 看见小厅里边的摆设无一不精致 大多都是后边逃回来的 要不就是周玉他们送的 所以才不显得空荡 再看见四个小子丫鬟忙里忙外地伺候着 人家一家子齐了荣荣 大房和二房关系也清静 心里别提什么滋味了 几个孩子又乖巧 哪怕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 还是规规矩矩地喊了大姑大姑丈 元明香和陈鹏只能勉强笑笑 心情差到很难撑起明媚的笑容来 只能如此 孩子们也不计较 也不多说 就连伶牙俐齿的圆满都没有对于他们说些什么 其实是懒得搭理他们了 这叫元明香夫妇心里颇为感触 孩子们的对比当真的天差地别 再看人家孩子们因为上学后举手投足无比端正 闻闻静静的一身书眷气 元明香夫妇突然间也悟 后悔没多花心思在教导孩子上边 从前只顾着小两口吵啊闹啊的 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 第538章葛事到位 后悔也晚了 吃过打包回来的晚饭 他们也就各自洗漱歇息下来 但注定是睡不好的 次日天不亮就都起床 秋风他们勤快地打扫着院落 元大说夫妇让几个孩子别掺和 直接赶他们上学去 圆满他们没办法 只能去学院里边 打算中午再回来一趟看情况 如果要紧下午再请假即可 主要目前他们留下来作用也不大 见他们爹娘有份寸就没那么担心 周玉还是在对面河边等着 瞧见他们就让他们上马车 而后又询问他们情况如何 又说不会影响到他们家 元武他们只神奇周玉啥都知道 但明白人家的确能耐便也坦然接受 施灵也表示不是什么大事 也影响不大 元武他们听见他们都这样说了也就略为安心一些 早上努力集中精神听完课 几个孩子就又奔回家去 周玉也跟着一块回去 不过半道上又说跟圆满有要事商量 让他们先走一步 他们俩等会儿就回去 元武他们担心家里 并不担心圆满他们俩 在河边换乘自家马车后就朝小巷子那边走 位置不够多 元武干脆直接走路比较快 步伐匆匆可见有多担心 等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巷子口处 马车这边就剩下他们俩了 元满奇怪的看向周玉 他才开口道 你家的事情没事 你也别担心 这回人马车也没人 你让我进去吧 我有些资料需要查 关于那些个店铺的事情 元满一听试证经事情 便答应下来道 这个没问题 书桌上边 还有我写的提议 你可以参考看看 可惜被耽搁了 只做了一部分 你先看看 后边我的空再写 周玉听见只答应说好 而后也让他注意休息 别太累了 元满听见就笑道 你还好意思说我 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不是说要请假的麻 早晨怎么还跟着我们去学院了 周玉一下子被赌得哑口无言 遇上元满总会显得他很笨拙 明明他对待别人并不会这样的 也是奇怪得很 俩孩子也不再耽搁时间 说完正事 元满就把周玉送进去 而后才下马车快步朝自家走去 刘光在车停的时候就已经被打发去忙了 所以也没有人发现 书包在元满自家的马车上边 只是他家马车没那么大 平常都是秋风他们做的 元满他们则是跟周玉做他家的马车 没有碍事的东西 元满卖的步子很轻快 很快就抵达小巷子口 结果发现他家附近还是有一些人在瞧热闹 虽然没有村里那么一群人堵着看热闹 但也是三三两两成一小堆的八卦着 秋婆婆瞧见元满就上前来拍手 哎呦道 满丫头呦 你家又来人了 来不少呢 也是呼啦啦的一群人 早晨也吵得慌呢 你家这是遇上什么事情了啊 元满刚刚听秋婆婆说完 里头就传来他熟悉刺耳的声音 果不其然 就是他奶沙过来了 意外倒是不意外 只是奇怪 他镇东边的三叔一家都知道了这边 为何秋婆婆还不知道 看着周全人迷惑的神情也是不清楚的样子 元满最终只能归功于周玉 可能舆论他压下来一部分了吧 元满当然也不能跟秋婆婆瞎说什么 便表示他也不知道 然后还假装着急道 那秋婆婆我就先回去看看怎么了 下回没事儿了我在上门拜访您 多谢你惦记了啊 他说完就几步迈上旁边的小石阶朝越门而去 推门就开了 隐蔽前边是小春花坐在小板凳上边守门呢 小春花原本有些惊慌失措的脸色 瞧见元满就笑开来道 二小姐 元满点点头道 里边怎么样了 小春花摇摇头道 不晓得 我们才回来 里边就吵闹着 老爷夫人让我们别进去 两位少爷和大小姐是小姐也不能进去 都守在院子里呢 秋风他们正在厨房烧水泡茶 元满稍微了解情况后夸他一句口齿伶俐 这么顺利就将事情简单说说 省去他好多时间 小春花原本就是在等元满的 瞧见自个小姐回来 把院门的门栓落下 旧屁边屁边地跟着元满进去 被夸得还有些不好意思 元满也没让他继续跟着 而是打发他回房间里练字去 小春花虽然有些迟疑 但本着要听主子的话所以点头去了 秋风正好端着茶水出来 元满也让他给他吧 他们终究不方便进去 毕竟是家事 可是不会乐意瞧见秋风他们的 而且这种时候还带下人进去 指不定他们以为他家在显摆呢 为了避免多事 元满只能让他们去房间温习功课去 还说他们学会的越多越能耐 以后能帮上忙的才多 秋风他们因为这个便十分卖力 刻苦地学习着 也在慢慢进步 元满端着茶水没一分钟 元满他们听墙角之余发现 就过来帮忙端着托盘 而后几个孩子一合计 才打算让他打头阵进去瞧瞧 如今又安静下来了呢 谁也不知道里边怎么样了 原因也无他 一是平常元满就经常帮着管家里的事情 他们爹娘也不怎么瞒他 把他当成小大人来看 所以如今出示他们自然只能派出比较可靠的小妹去啦 二也是因为他胆子够大 能面对一群凶猛的大家常也能镇定自若 所以元满就又重新端着茶水盘子 朝堂屋稳稳地走去 进去前还记得敲敲门 里边黑压压地坐了一片 别说元满他们 元满都险些被吓一跳 不过缓过神来再看看一圈的人的脸色都不好 元明香更是憔悴第一位在陈棚的怀里 葛氏黑着一张脸 感觉这文比起从前要多多了 想必来镇上也是叫他操心了 但他又不能不管啊对吧 像四大闺女一家弄出来的事情就让他忍无可忍 一切威胁到他心甘宝贝小儿子仕途的人和事情他都不允许 绝对不行 不然就会功亏一篑的 可是心情如何美丽 特别是一大早地被街坊邻居在门前嘲讽 谁人不知道元家杂货店和镇南那边的名人元家是兄弟呢 就连元明香的摊子 他们都知道是他们的大妹子开的呢 第539章葛氏坚决 毕竟元明香为了打广告资格这么说的 宣扬说他大哥二哥还有三哥是多么多么的能耐 又都是做什么的 附近的居民不清楚才怪呢 葛氏原本也就是早起个强听他们八卦 结果发现是八卦自家的事情 他那俩好外孙给他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人 俩孩子如今都已经被衙役带去衙门省问去了 听完这个他险些昏厥 而后就是着急地又哭又豪直跺脚哟 确认是俩孩子闹的 跟大闺女没直接关系也还是生气 而后把事情给三房夫妇一说 俩人也觉得眼前一黑 如此今日生意还怎么做得下去呢 只能赶紧找人算账去 袁文章和袁明珠一听这事而他们家附近都传开了 可见事情闹得多大 顿时也没脸去学院了 只能带家里复习 袁明珠却不一 也要带著书童跟上葛氏 他们去找大姐去 葛氏担心留下袁文章一人不安全 所以便都带上了 袁大前不得已出去租辆牛车 结果被拒绝了两三回 得走远些才有人不晓得这事而原意带他们过去 车辆到位 可是瞧见还是牛车就想发火说 这么要紧的时候就不能多花几个钱租辆马车还快点吗 但眼下不适合再闹便压下不提 只催促他们快上车 而后心急如坟地朝大闺女加改 结果到他租的房屋后 虽然院门大开 袁明珠俩口子却不在 里边一位中年妇人正骂骂咧咧的在奚落着什么 袁大前开口询问一句 那妇人横眉竖眼地只问他们是袁明乡什么人 袁大前不好掩饰便说是家里人 结果那妇人跳脚指责他们家里是叫的什么人呢 居然养俩孩子养出这种模样 他们租院子的都觉得晦气 以后谁还敢租给别人 又拉着他们要赔偿 袁大前自然不肯 平白无故赔什么钱 但心里听见晦气俩子他们心里都咯噔一下 别是闹出人命来了吧 可是这下手都忍不住微微发抖 但只能努力镇定到 我们都还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正要找他问个清楚呢 等弄明白了再跟你们算账 那行李部都在里边麻 那些木箱木推车就值不少赢钱的 先压着你们怕什么 那中年妇人想想觉得也是 冷静下来想起袁明乡 平常吹嘘他娘家人多厉害 眼下仔细比对才觉得他们应该是他三个一家子 毕竟老二如今的能耐上头大官来都和他称兄道弟的 怎么也不会穿着跟他们这些普通人家差不多的 老大是镇南摆摊子的又何必倒过来找他 而且袁明乡原本就是去找他二哥去了 街坊邻居都知道 所以从镇东过来的只能是他三个一家子了 四级他娘家人能耐 特别是那的二哥 所以妇人脸色才好一些 但还是对着他们说那俩孩子平常就很混 可是他们无心在听这个 打听一下知道他投奔老二家去了 又确定那受害者是被惊吓到了没有出人命才略为放心 他们便又匆匆告辞朝袁满家这边过来 最终才和从衙门路口宫回来的袁明乡夫妇撞葛正在 不等袁明乡扑向葛氏怀里哭葛痛快 葛氏抬起手就是给他一个大耳八子 别说袁明乡 其他人哥哥都蒙了 葛氏开口就是打骂他没用 而后又把陈鹏捶了好几下才吼着让他们滚进去 还嫌明升不够坏 还要在外头丢人现眼呢 袁大说几兄弟都不再出声 而后通通进去院子里边 葛氏当场就让他们夫妇俩跪下 袁明乡见葛氏头回对自己发这么大的火已经怕得要死 当下就拉着陈鹏跪下气不成声 葛氏最在意原家的民生还有小儿子的科举了 结果眼看日子慢慢变好 却因为大闺女管教不好孩子惹出大祸来 他能不气麻 让袁明乡夫妇跪了许久他又骂得许久 只把小俩口骂得抬不起头来才略为解气 而后又吼着他们进堂屋接着训斥 最后才要他们降格解决方法 挽回会损失的民生才行 大房二房夫妇一致认为交给衙门审判 无论什么结果都受 这是那俩孩子应得的 而后对于受害者则是要赔偿 尽量弥补他们的伤害 虽然再怎么也不能跟那小丫头的清白相提并论的 如今被人看光了去生育可无法挽回 况且人家也是位八岁的小姑娘了 事情要比想象中的严重 葛氏想起这个旧恨的牙痒痒 对此也觉得恶心的不行 三房最终也赞同大房二房的说法 这是最好不过的解决方法了 而且袁大前立马表示道 这赢钱我们三房可不出 你们自个儿惹出来的祸就自个儿被 葛氏再气也不能完全不管大闺女 只是叫骂道还能不管 如何不管那到底是你们的大妹子 要死也是那俩该死的祸 我今日话就放这了 冥香你们几个哥哥法子也给你们出了 要么你们跟那俩孩子断绝关系 要么你们跟我们断绝关系 从此以后不必往来了 葛氏这话给的绝情 脸上冷冰冰的神情也表示他不是在开玩笑 原冥香顿时就哭豪地更惨了 他虽然也明白那俩孩子是要放弃的了 但心底还是备受煎熬 只能哭豪来缓解难受 再怎么混也是他心辛苦苦养大的 他们做出这种事情当爹娘的也有责任 如今真要他抉择断青 心里如何能好受呢 葛氏乔建大闺女哭得死去活来 心里虽然发软眼底发酸 但看见那边的小儿子原文章又觉得能很下心来 他坚决道 只有跟那俩混账东西划清界线才能证明咱们家的清白 原冥香能怎么办 周围一圈哥哥都没有人愿意出来帮他 就足以见得他那俩混小子做的事情是犯众怒的 他最终还是没能狠心点下头来 只能乌乌夜烟地哭着 陈鹏不忍心地道 再给俩孩子一次机会吧 好歹听听政官大人是如何判的 什么结果我们也受了 如果他们还能留一条性命 我们保管严加管教 再出错 我就带着他们俩一块以命谢罪 绝对不再姑息他知道不能让媳妇儿没有娘家 也知道自个家的不足 没有媳妇儿娘家支持以后的路会更难走 但俩孩子又不能真的就这样断青后 不管他们的死活了 所以他只能选葛哲中的方法求他们网开一面给他们一次机会 第540章 眼看着夫妇俩哭得死去活来 袁大师最终也不落忍便说道 娘不然就等大人判决下来咱们再看吧 可是看着他们那样 骂也骂 打也打了 教训也教训过了 便深吸一口气才扑着咒骂道 我看你们就是想折磨死我你们就安乐了 袁明湘夫妇一听有转机 连忙跪着蹭过去磕头说谢谢娘亲体谅 袁大说夫妇瞧见他们都这样说了也不好多说什么 袁满他们听完全过程便也只能先看看上边怎么安排下来的 三房夫妇心里有不满 但看着他们哭成那样生气也没办法 只低估这几日的生意不用做了 外头指不定怎么说到他们呢 他们还烦 袁满家才是真的烦 眼下他们都得住这边等结果 一大堆人闹哄哄的 不过他们也不敢乱来救世 主要几个房间重要东西都锁上了 也不怕贵重物品丢失 其他人倒是其次 主要是袁明珠还不够安分 瞧见漂亮摆设这么多 还有许多精巧的小玩意儿就不问自取把玩着 袁满最厌恶不问自取的人了 还有袁明珠对着葛式嚷嚷说想要这个 想要那个的怎么不说都搬你那边去 先前还一副瞧不起他们家的模样 如今乔剑喜欢的又厚着脸皮想要 当真是不知羞耻又不要脸呢 袁满乔剑直接就开口笑道 小姑也别说我小气 实在是那些东西也是旁人送的 下回人家若是问起我却说送人了 这样可对不起这份情谊 你也晓得的 镇上的关系不比咱们村里 事事都得注意到呢 袁明珠一听就直瞪眼 一副觉得就是圆满小气不想给的模样 可是晓得老二家起事了 听说还有官大人跟他交好呢 生怕别再折腾出什么事情来 忙被小闺女教训道 明珠别瞎动手 要摸钱问问你二哥他们 别又惹出事情来 袁明珠见自个娘亲都不惯着他了 顿时气急朝外头院子跑去 那书童乔剑连忙慌慌张张地跟上去追他 可是经过大闺女的俩孩子闹着一出也警醒不少 如今瞧见袁明珠这么任性的模样也心惊道 我才觉得这孩子气性这么大 当真也是惯坏他了 好在那小子机灵也不用人叫就小的去轰他 倒是省下不少心啊 他这句话没有针对谁说 就是无意识的提了那么一句 袁大硕趁机道 明珠确实需要教导教导 实在不像样子 结果他自己说可以 二儿子一说他又忽端不乐意了道 你就小的嘴皮子说说 你有这心思怎么不见你带着教导 你还是当他二哥呢 如今有了媳妇二孩子倒是忘记你那俩弟妹了 袁大硕也不怂 如今底气足得很 张口就反驳道 如今那丫头的气性那么大 我可轰不住 一天到晚忙得很 哪里有时间去叫他 他如今连您的话都不听我能如何 这话说的是在里的 可是顿时也善善递不再搭话 开始转移话题道 那你小妹管不住 可你小弟如何 他如今学习有些跟不上 说是镇上学院叫得快 你们家那几个不也上学了 他们如何了 多少与他说说 又或是你给他们又请私教 我正想着给你小弟请一个呢 可是这话一出 袁大硕才想起自家孩子有多懂事 他只是开口道 我哪里有时间给他们请私教 近来我忙得很 有时候晚闲也跟着我跑上跑下 平常吃饭学习孩子们可都没有让我们操心过 我只知道在过段时间他们要大考了 没有教书先生上门就证明几个孩子没出什么事情 也变相代表几个孩子懂事 可是明白自个偏疼孩子 把俩孩子惯坏了 但如今他也没办法 便只是开口对着袁大说道 那你说说如今怎么办 出来也是搞笑 可是居然还有一日来问袁家二房他小儿子未来的学习怎么办 袁大说能有什么办法 他只能说道 文章学习刻苦我是看在眼里 可学院那些事情我也不晓得 我等惠儿让孩子们跟他们小叔聊聊 看看是哪里不对劲了 可是文言觉得也有道理 虽然这样有些没面子 小叔居然要像比自己晚上学的小辈讨教 但为了前途也只能忍 在外间看书的袁文章听见后也觉得有些难堪不已 袁大说则是直接去外边带着袁文章朝东乡房的孩子堆里边塞 而后对着自家孩子歉意的笑笑 又把情况说说 袁武他们都在蒙逼的情况下 袁满看着他小叔捏得死井的书籍 可见也是在紧张和不适应 而后才点头答应下来 袁文章没有放松 反而更紧张了 特别是在失灵四孝非孝地注视下 对方好看贵气地叫人不敢多看呢 这个年纪 哪怕是学院里边为了自家生意拉关系的也多得很 所以谈情说爱也是常有的事情 不过都瞒着先生罢了 袁满他们那得好一些的学院倒还好 毕竟大家家事都不错 所以没那么明显 也不会那么轻易定下来 但在袁文章和袁明珠他们的学院里边就很习以为常 所以面对上失灵这样好看的小姐人 谁都是会动心的 袁满送他爹出去后又回来坐下 失灵就靠过来说悄悄话 说他这个小叔长大后并不能做出什么实事 虽然苛刻用功 但外头出色的人同样多 他心难清所以没有大作为 袁满听见赶紧捂他的嘴 一副你也太大胆了的目光看他 这旁边都是人呢 而且袁文章也在他们对面坐着啊 失灵瞧见袁满担心又震惊的模样就辅助笑了起来 袁秀奇怪地拍了拍他 失灵才抬头笑着摇摇头表示没事 袁满胆战心惊就怕露现 还觉得失灵有时候还挺神经质的 好在确实没人能听见 而他也能对着他小叔道 我听我爹说了 你有什么想问的困惑的都说说吧 只能圆满开口 他大哥小弟他们因为备份问题刻在骨子里边 所以不敢贸然开口尊王 所以只能他来做 袁文章原本不愿意说 但思索一下还是说出一部分来